近期大也會被受傷害 因為目前以金融的水位來講 它其實是比較缺水的情況 那這個颱風它雖然算是越過 可是它還會帶來算是蠻豐沛的雨量 可以稍微減緩一下我們目前的水情的情況 金融氣象站主任林昆偉說出 金融能面對軒然若颱颱颱風來襲的矛盾心情 因應颱颱颱颱颱颱 金融市政府召開防台會議 金融市長劉昌要求各單位做好相關防台準備 期盼在颱風帶來降雨的同時 能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警覺 前陣子基隆因為缺水 土壤土地都比較乾燥 如果有強降雨的時候容易自災 所以今天特別召開應變的一個會議 也是提醒民眾不要因為颱風 不一定會直接侵臺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而疏忽 而颱風帶來的風沛雨量已經發揮效用 在水公司方面證實負責供應基隆市 中正信義兩區的供僚壩已經滿水位 高地社區缺水有解 雙溪昆溪橋那邊那個雨勢開始增強 然後陸續經由昆溪橋長南橋 大概到我們這邊橡皮壩 大概是早上10點左右開始溢流 水位開始下來 對於我們這個漢情有非常大的幫助 以目前的情況來講的話 這個缺口都可以補上 就是已經沒有缺口了 因應颱風來襲 曾經因為五輪溪暴漲淹水的五輪里自主防災隊 會開始哀家哀戶提醒居民做好防水砸門等相關防台措施 立法人蔡思映也陪同宣導 我們自主防災隊的時候 10點就開始啟動了 後山 經過後山 跟所有的清淤的部分 我們都做好了 像剛才我就向立委 這樣愛家愛戶的宣導 希望從大火來頭前 他們都把水砸門都傳到好 紓壓的時候馬上的裝上去 能預防水災百分之百 公務術其實都已經派員進駐了 第四河山局也派員進駐 我們整個五輪期希望在這次大雨的過程當中 整體的防水排鴻效果 能夠達到有效的預防 所以剛才我們愛家愛戶跟各個住戶講 跟個店家說 請他們也預先把水砸門裝起來 因為上一次大淹水 那一次就是很多店家來不及裝 所以我們特別今天也跟大家講 今天晚上就開始裝起來 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來對付這一次的颱風 那我相信一切都會順利平安 幸好這次颱風並沒有對基隆造成太多災情 不過帶來的豐沛雨量 讓八堵抽水站每日可以抽取達21萬噸水 其中13萬噸水由新山淨水廠淨水後 供應基隆試使用 其餘8萬噸水則送到新山水庫儲存 加上基隆進入雨季 持續抽水入水庫的情況將可延續到明年 基隆缺水警報已逐步獲得解除 記者張綺藤 基隆報導 提到